我以為昨天在金門抵了六大主張 有一個主張很可怕 金門跟廈門通氣通電 第一個 以後繳電費跟瓦斯費 請問交新台幣還是人民幣 第二個 今天解放 中國只要跟你講 金門有很多我們的前線部隊 他在告訴金門的民眾 金門前線部隊 你們要不要投降 不投降 我跟你斷電斷氣 請問你怎麼辦 沒有一個國家的 電這個叫做基礎建設跟天然資源 民生必需的物資 他是依靠一個有敵意的國家 結果你侯友宜竟然在金門 公然提這樣的主張 請問你想幹什麼 你是要讓台灣更依賴中國嗎 侯友宜有講 在國安無余的情況之下 以金門廈門通電跟通氣 在國安無余的前提之下 來推動這個金門 驚嚇和平大橋 怎麼樣國安無語 不是 他就知道永遠有國安問題 偶爾宜都沒有誠意 因為他都有前提的嘛 對不對 前提答不到嘛 對不對 我也會講 國安無余之下 一人發兩千萬 對不對 因為郭董的部分 他不是到金門 他講說他要投入兩千萬美元 來成立金門和平倡議基金會 他就是他 always focus在這一塊 那你可以看他今天特別登了三大報的頭版 其實感恩郭董 讚嘆郭董 他在頭版半版登了廣告 那這個廣告基本上 其實他之前就已經在 好像是華盛頓 郭董 郭董 就已經有投訴7月17號 他就在po什麼 我有什麼和平倡議啊 和平為前提來保衛台灣的自由跟民主多元啊 他就是有點老派啦 因為這樣子的排版 講廣告 我覺得一般的民眾很難吸收 對不對 但是他有講一個重點 他是說過去存在著一中各表跟九二共識 那他現在的這個一中各表跟九二共識的排序 如果不同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差別很大 先看一下 這個是郭董今天刊登的廣告 觀眾朋友不要誤會 不是因為印不下把它縮小 它原來就只有這麼大而已 原版就這樣 對 原版就這樣 我一早在電台看到這廣告 我說這是哪個老人家登的 因為字這麼多 字那麼小 很難消化 基本上 請問誰看啊 後來看了第一段 原來是7月17號 華盛頓郵報投訴 那算了就跳過不看 但是後來無聊 還是把它翻了一下 就發現了剛剛桂牙講的 一中框架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郭董講錯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說海峽兩岸過去一直存在著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這一件錯了 因為沒有一直存在這個現象 中國從來沒有承認過 第二 第二件事情更嚴重 中文有時候很奧妙 蘇起在2000年發明的那個九二共識 他的完整說法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他在描述九二年香港會談的一個過程 但是那個過程就是說 中國方面 海協會方面希望台灣的海基會說 我們先來討論 對一中的表述方式是什麼 但是我們的海基會認為說 我們是事務性協商 不要去談這個 但海協會堅持 後來海基會前前後後 給海協會提供了大概七個版本 但是中國都不接受 所以最後九二香港會談沒有共識 但後來蘇起 把它捏造為有共識 但是那個好歹最低最低的程度 叫做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中國各自的表述方法不同 雖然中國不同意我們的表述 所以沒有共識 那個雖然我也不認同 因為沒有的東西 你叫我沒辦法認同 但是至少某種程度 還比較符合所謂的憲法 一中的說法 但是現在郭台銘講的 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那是什麼意思 一中是前提 你要有一中才有共識 你要有一中才能各表 後面才會有共識 這是共產黨的說法 所以郭台銘今天這個話 他非常嚴重 他嚴重到是 你完全認同中國一中的框架 別忘了 他在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有玄機 華盛頓郵報刊登出來是英文 對 他的英文寫的是一中框架 所以他現在老實了 一中框架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這個邏輯是一致的 所以郭台銘是接受一中框架的 你花兩千萬美金成立什麼基金 我跟你講你花二十億美金都沒用 因為你要什麼研究 什麼兩岸和平的方法 要成立新媒體報導 兩岸和平有關的資訊 問題是兩岸之間 現在是誰在破壞和平 不是我們 現在在台灣附近軍演的 請問是哪一國 中國啊 我們的軍艦會沒事到福建 或浙江外海去軍演嗎 我們的飛機沒事會飛過去 那邊繞來繞去嗎 現在破壞兩岸之間和平的叫中國 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 可是郭台銘你卻在接受 一中的原則之下 你在談和平 你把這兩件事連結起來 其實得到一個統一值 叫做投降 你接受一中和平叫做投降 就是現在變成香港跟澳門 這非常簡單的道理 我再補充一下侯友 侯友昨天在金門 抵了六大主張 有一個主張很可怕 金門跟廈門通氣通電 你知道兩岸之間的政治人物 嘴巴講 台灣一樣 中國一樣 嘴巴講的是金門或是廈門 心理想的是台灣跟中國 他只是不好意思講 金門跟廈門通氣通電 代表什麼意思 我先都不講背後利益 誰轉走 我只講一件事 德國的外交部長 貝爾博克 最近參加澳洲智庫的一個論壇 他講了一件 讓他痛徹心扉的事情 他前面先描述說 現在世界很多威權國家 想要試圖利用各種 軍事或經濟的力量 改變國際秩序 要稱霸 他說我們去年歐洲 因為我們以前的天然能源 太依賴俄羅斯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這個非常慘痛教訓的經驗 才脫離對俄羅斯的依賴 這是去年發生在歐洲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歐洲的店長到什麼程度 英國法國的店長到冬天 他們不敢開暖氣 不是弱勢家庭 是一般的薪水階級 好 這是去年歐洲經驗 現在你廈門跟金門要通氣通電 我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以後繳電費跟瓦斯費 請問交新台幣還是人民幣 第二個 今天解放 中國只要跟你講 金門有很多我們的前線部隊 他要告訴金門的民眾 金門前線部隊 你們要不要投降 不投降我給你斷電斷氣 請問你怎麼辦 沒有一個國家的電 這個叫做基礎建設跟天然資源 民生必需的物資 他是依靠一個有敵意的國家 結果你侯友宜竟然在金門公然提這樣的主張 請問你想幹什麼 你是要讓台灣更依賴中國嗎 我覺得國友宜真的是很尖巧的一個人 就是他上次問說兵役三個月 他的前提是什麼 四個月 四個月是什麼 兩岸和平的前提之下 兵役四個月 他這次去對江海講也沒錯 侯友宜有講 在國安無虞的情況之下 與金門廈門通電跟通氣 在國安無虞的前提之下 來推動這個金門 金下和平大橋 怎麼樣國安無虞 不是 他就知道永遠有國安問題嘛 就跟講核電一樣 在確保核安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都沒有誠意 各位藍軍不要被侯友宜騙 侯友宜沒有誠意兵役四個月 侯友宜沒有誠意 誠意通氣通航 通氣通電 侯友宜沒有誠意 要重啟核四 侯友宜沒有誠意 要驚嚇大橋 因為他都有前提的嘛 前提答不到嘛 對不對 我也會講啊 國安無虞之下 一人發兩千萬 舒服一下 那就永遠就有問題 如果我有10億財產 我會分一千萬給你真好 你講話加前提有什麼意思 老婆叫你買包包給他 如果年中 對不對 有600萬就買個包包給你 你加前提就沒有意思了嘛 所以第一件事 我家凱也沒有錯 家凱完全講也沒有錯 侯友宜是有前提的 各位藍軍不要被騙 支持侯友宜的 趕快回歸 看支持郭台銘或柯文哲都可以 這第一件 沒錯嘛 沒錯 因為這兩個比較坦率啊 對不對 要統派就統到底啊 對不對 這次比較坦率